收听台式晚间新闻 最近有一个俄罗斯YouTuber团队 把一台宾利汽车大改造 将轮子改成了履带 瞬间让宾利从房车进化成超级战车 拿起电动圆锯 直接朝引擎盖锯下去 把各个零件拼装起来 再将轮胎改成履带式 这个俄罗斯YouTuber团队 像玩乐高一般拼凑组装 把宾利房车改造成宾利超级战车 改造完成的宾利超级战车 看起来超酷炫 但能不能真的在路上奔驰呢 油门踩下去就知道 兵力战车开始加速 没想到在爬坡途中突然拖练 履带整个脱落 幸好经过团队及时抢修 兵力战车马上恢复活力 爬坡 转弯 甩尾都表现出色 团队表示目前达到的平均速度 只有时速50公里左右 相信经过更多测试改良 一定能让兵力战车急速狂飙 综合报导